這樣穿 你有沒有發現像 八路軍 共產黨的八路軍 我自己都覺得很像是我女兒跟我講的 不然我不知道我現在像共產黨 好啦開玩笑啦 這種快拆的肩帶的是他的優雅性 優雅 另外一個穿脫 人家這樣搞半天 脫內衣就知道 脫個胸罩 面目猙獰我們不是 我們要有優雅 哈哈哈哈 跟人家不一樣啊 這就是快拆的魅力 好 那麼知道這樣的優雅之後呢 這個快拆呢 方便我們很多 尤其在腳架實用上來講 這個快拆電帶一定要拿掉 因為風會吹白 風吹白的時候在拍風景的時候 就會造成一些細節丟失 除非你用高速快門 這個叫做優嵐子的TT-09 靈巧銳爪 特色在這邊 一鍵 上下 快速 好 我們現在玩腳架技的一個原則 要輕巧舒服 那麼教大家 如果你是上班的人這樣子 老闆 教大家放腳架是不是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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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是 我幫你放腳架 這叫薪水小偷 那應該怎麼放呢 這樣子你看喔 一次 兩次 兩次 擦三倍時間 會不會用擦很多 另外一種用法 薪水小偷這樣用 又滑下來了 怎麼這麼不方便 這叫薪水小偷的這個叫做 用腳架的方式 那麼所以我們要高效率 舉的兩種例子是告訴你說 真的這種 這種 這種人還不少 不要當薪水小偷 也不要招他自己的時間 把自己的時間來愛自己的老婆 這隻腳架在哪裡 看一下 這裡轉開來 可以再讓我們延長高度 好 那這個先轉鬆啦 延長高度 因為他做得很精實 高度上來講 大約是到我們很舒服的眼睛的位置 那我們就可以 拍得很爽 第二個呢 他這個 快拆呢 裡頭 有這個 荒野求生的這個概念在裡面 沒有講也不知道 有人用了一輩子都不知道裡頭 這個可以拿來幹嘛 這應該是全世界第一款 三腳架有螺絲工具組在裡面 很方便 蠻推薦這個的 這個牌子就沒話說 這個是 做工很精細 然後 油壓 那玩腳架的時候就是第一個要這樣 要知道這件事情 順不順 順不順 來再來 順不順 這樣拍畫面才會漂亮 這裡鎖定上架 好 那這裡看喔 這裡會撞車喔 那你們看一下 這裡會撞車 沒有關係喔 它的設計允許你 閃避這個撞車 那這個稍微高一點 你在上下的時候呢 才不會造成 撞車的問題 好 好 那這個東西呢 就是我們現在跟你講的 油壓 注意事項 那麼它可以自動抬起來 好 那我們裝這種腳架最慘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裝好之後挖一邊 因為地形不一樣 挖一邊 這個時候呢 我們這有個巧妙設計 叫做什麼 水瓶泡 我們把這個轉開 掰開來之後 水瓶泡 對準它的正中央 老花眼嚴重 看不見 糟糕 我看不見這個水瓶泡 完蛋了 一定要做好水瓶泡校正 我這邊看得見 水瓶泡 丟整這個中心之後呢 丟整這個中心之後 你怎麼轉 它的平衡就是對的 除非你做了傾角 好 那下個動作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叫做上相機了 我們要上相機 首先呢 把這個快拆板 夾下來 那這個保險 按上去 夾下來 就取出來了 好 那麼我們這個 快拆呢 叫做ray draw ray draw 如果你覺得這樣子用 你覺得不平衡 後面還可以加一個平衡板 好我們先這樣用就好了 先用習慣再說 那平衡板後面再告訴大家 它這裡因為有這個摩擦 讓你手指頭的力量就足夠可以把它固定得很好 那你覺得 不是很夠力一塊錢 那麼當然有人用大拇指的指甲 這事大家都幹過 沒有錢的時候呢 什麼事都幹得出來 扣上去 扣上去就下個動作這邊 把它掰緊 它就沒有脫落的可能 以上呢 拍攝的時候注意 身體要動 你不要這樣子喔 你這樣子拍絕對拍不出好東西 我給你保證 還寫保證書給你 這樣拍會互快互慢 然後斜片爬樓梯 如果可以的話因為我們是相機它是右手Record 所以我用左手Pen也可以 OK 記得整個過程不要呼吸喔 只要你在做這個運鏡的動作不要這樣 我告訴你喔 那一個些微的呼吸都會造成你畫面的抖動 這個都不對 所以我們在拍的時候務必要 深呼吸 做好整個運鏡的過程 這就是為什麼很多攝影師拍完之後會喘氣 不喘氣就往生了啦 當然會喘氣 再來 這裡呢 有幾個保護要注意 移動的時候 移動的時候呢 我們習慣這樣子 好不好 請你學起來喔 不學沒關係喔 希望槍氣摔了再買 但是我不是那種人 該提醒的我要提醒 如果是拍 慢速快門的時候 麻煩你這個拿掉 這個不拿掉 我告訴你喔 晚上拍風景風大 你會被他搞死 真的會被他搞死 那再來怎麼做呢 這有一個下扣 下扣 這個下扣是讓你掛背包用的 這個背包掛在這下面之後 有效的讓我們三隻腳力量會更大 這一點要學起來 那如果扣不了呢 還有一個方法就是 拿這個東西 綁 塑膠袋 塑膠袋裡頭放石頭 然後再想辦法給他勾在這個位置 看你要怎麼勾 這樣勾著 這樣勾著 各位看一下 他勾住之後呢 這 其實不用啦 背心 我都在拿背心袋丟石頭丟一丟掛上去 然後到時候把石頭倒一倒 背心袋那塑膠袋有沒有 不要丟在現場 那人渣做的 我們要把垃圾袋收回來 這一定要做的 因為海龜都會 海龜肚子裡被解剖你知道 他媽都是垃圾袋 都你們這些人幹的 不收回來就會完蛋 那這個時候可以擺這樣子 擺一個優雅的姿勢拍張照片 挺好的 哈哈哈哈 以上呢 TT09的大補填 分享給大家 那高高低低就這樣用 那最後我們要離開的時候 看我的動作 臨時要離開的時候 又不想用這個肩帶 記得是這樣抓 好 那收的時候用另外一隻腳 固定在地面上 來優雅的 打開 那不會用的人我跟你講喔 會很狼狽 他翹那隻腳回那隻腳 弄來弄去 整個姿勢動作連貫起來呢 就會很漂亮 是不是 我們的離開呢 都比人家優雅 比人家好看 這些小梅膠小動作 分享給大家 再來就是收的部分 收的部分也有一點點小梅膠 收的部分喔 來看我的連貫動作 相機取下來 不要相機在上面收腳架 千萬不要 你會被人家笑死喔 你會把自己嚇死 好 各位 這邊有個鎖扣 你這樣是下不來的 要把它解開來 有一個人半夜 相機拿不下來打電話給我 這個桿子拿不下來 收不了番 來這邊 轉鬆 下來 第二個動作 好在下個動作回來喔 記得回來 讓地吸引力幫我們收腳架 這個很重要 不會收的人會變這樣子喔 然後他又滑下來 然後你就會收的長短不一啊 常常有人收到長短不一 另外一個是這樣說法 一氣呵成 那我最習慣的是這樣說 快人家三倍 再來 這樣子就回到我們的包包裡啦 回到我們包包裡 那記得回這個位置因為這有開關 喔 回到這個位置 這麼小一隻 好另外一個 立腳架的功 立腳架這個轉鬆之後立腳架要省力 喔 因為 我現在也50幾了 我這個手指頭關節都不行了 都以前拍片拍 拍到壞掉了 好 先這樣放 這樣放著 然後再慢慢的去搞它 那這個時候你幾種用法 這是指重型腳架啦 才 先做一個支撐 你就不用出力了 清型腳架其實拿起來 就真的就是把它給 全部都開了 清型腳架這樣辦就可以了 好 一次搞定 好 謝謝大家謝謝